还记得去年底新店达官社区A2区发生的边坡坍塌意外吗 由于坍塌的范围相当大 因此直到现在还在进行修复工程 日前新店区公所举行防灾准备工作视察时 新北市政府秘书长许玉宁 以及新店区区长王美月都特地到现场查看 同时也要求公务单位务必要做好防护措施 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去年底新店达官社区A2区因为连日豪雨发生边坡坍塌 图石和树木顺势而下 距离社区大楼仅仅5公尺 经过通报以及有关单位的抢修 目前已经控制坍塌的范围 日前新店区公所举行防灾准备工作视察时 新北市秘书长许玉宁特地到现场查看 而他也当场要求公务局必须给社区居民一个安心的保证 此时此刻有没有哪几个关键点 我们已经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 所以就算大雨来 它的危险的系数 如果说危险系数还到一个临界点的话 我们就要做一些疏散跟防灾的 对此公务局表示边坡坍塌的主因是因为含水量过多 因此已经陆续做好各项排水措施 同时也施作了临时挡土墙 再次坍塌的可能性相当低 我们有做了一些措施 基本上临时挡土的部分 我们先用钢委商做出来 那在这个整个边坡的破坏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要看这个点 应该看整个的一个山头 因为整个汽水区是一个山头 那我们其实跟社区报告一下 当时其实在还没破坏之前 它属于危险状态 因为它的含水量很高 因为我们发现它自在原汽水量过高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可以做件事 就是把泻水排水能够做得好 其实这个灾害地人 其实不太可能会再发生灾害 不过毕竟这项修复工程仍在进行 因此公务局也请求社区民众 如果有连日大雨 发现边坡出现异常出水 很有可能就是排水被堵塞 就需要紧急通报 而全部的修复工程 预计在9月份完工 公务局在这期间也会持续的监控 以维护社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